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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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有個位的 問題是你如何跟他相處 一會兒我們就說相處 這個詞其實有時候鬼故裡是很重要 一會兒我講的鬼故裡 就涉及到這個概念 如何跟鬼相處 英國買樓隔山打牛 今晚不是說鬼故嗎 有什麼關係呢 買樓 放在那裡當然有關係 我不會做一些多餘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寫東西 那樣東西 點到即止 一定會夠了 去講我那個點 我想怎樣去 就是 跌上鬼故裡 好了 隔山打牛 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說 英國隔山打牛 意思是什麼呢 阿澤 英國隔山買牛 那就是 你沒見過那層樓 你就買了它 就是這樣的 香港 不要說買樓 租樓 就算你去公屋 撕樓 你也要去看看 你想看看哪個單位 是呀 是呀 想歸想 能夠買之前看得到 夾好了 當然是好事 但問題大家都知道 2019年之後 香港都在身處這個大時代 很多時候 當我們走的時候 包括我自己本人 那些東西其實都安排得很匆忙 你匆忙之餘的話 但是你又想 譬如過到你一邊 已經可以有樓可以住的話 隔山打牛 其實有時候是無可避免 買新樓的也有 買舊的也有 好了 隔山打牛 和鬼故有什麼關係呢 我等一下就說了兩件事 其實就是因為隔山打牛 而撞鬼 你買了一間樓 或者一個單位 其實是有靈體在裡面的 香港叫做空宅 你所說的這件事 又引起了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其實空宅這個概念 在香港裡面 就可以應用到的 因為那些樓 都總會新過來的 那些樓 其實你香港141年才開埠 中間的話 其實可能已經拆過幾手 然後再建新樓 拆幾手之後再建新樓 其實一幢樓 其實它平均可能都是 最多都是40年樓齡 已經很盡了 現在在現代香港來說 所以如果幸運的話 你的樓真的可能沒有試過死人 可能是的 但問題是 其實你看回英國 萬一手 無論是公共建築也好 民居也好 其實都可能有二、三百年歷史 有什麼可能 你有什麼可能 不死過人 是 這樣查法 舊樓每一間都死過人 沒錯 其實我想帶出這一點 所以如果你在英國裡面 講兇賊的話 其實 怎麼說呢 如果一個地產商 他好心跟你分享 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時候 其實他沒有心隱瞞賣這些東西 因為他自己都可能不知道 這麼多年的歷史 所以其實你可能 買落之後 住落 你會發現 咦? 好像有些東西 不是很餓 次數是很無聊 尤其是假設 那個賣家 或者租樓那個人 是高齡人士 對這些東西有感覺的話 可能你住落之後 一段時間 甚至乎可能 一、兩天 你可能已經發覺 咦? 有些東西不是很多 所以其實 故事就因此而起了 結論在後 先說一說 其實真的 如果二手的話 如果聽完那兩個故事 其實二手樓 始終都是你上去 大家感覺過 帶著小孩子 寶寶去的話 是真的會有個好處的 嗯 如果太急的話 可能真的會 有些東西 之後你是會 需要善後的 嗯 我想這個 不可以叫客 這是很客觀的 尤其是 我是有故事在身 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好啊 楊博什麼叫善後啊 什麼善後呢 一會兒講的兩個故事 就是包括善後方法 既有和靈界相處 也有包括善後的故事 所以一會兒講的兩個故事 好啊 我聽啊 不可以叫有趣 但是這些是 我自己覺得是 一種在英國的生活體驗 可以說是 哈哈 是啊 嗯 下去了 大家見不見到 有個Facebook page 是啊 有個Facebook page 應該一個 一個太陽而已 是啊 有什麼值得說呢 這個就是我一個 怎麼說呢 新見面的朋友 但是如果是神交的話 就已經神交了一段時間了 因為我有看他的東西 看了一段時間的 雖然我們看他另一個 page 那個就講一些社會性的東西 這個就講他天主教的一些信仰的生活 嗯 故事就由此而起了 其實他這個天主教的信仰的生活 就不是普通一個信徒的生活 而是他帶有一些的靈力 就是都著名在先 他管理這個 page 他有三個人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看的話 上去都會把相關的故事 因為那個 page 其實都是全部都是public post 大家去都trace the whole story 叫做heaven services 他講得很明白 是的 以天主教角度看死亡 以天主教教義看奇蹟 你看到他把奇蹟這個東西都放得很高 那你會說 那宗教講奇蹟會不會不是那麼好 所以你說一句 宗教不講奇蹟 你不講神跡講什麼呢 難道真的純粹是講行禮如 咦?我自己就不相信 所以宗教應該是要有神跡的 當然不是說為神跡而神跡 但是問題是 如果本身是你的一個體驗的話 你直輸無誤 我想這就是他們做這個 page 的一個宗旨 好了 那整個的故事呢 首先要講明一點就是 他們那個神力 這個奇蹟的來源在哪裡呢 就是相關的朋友 都有一個所謂直視太陽的能力 噢 嚴相眼 不相眼 不相眼 是的 因為當中有朋友 他去了墨主哥爺這個聖地裡面 他的故事就是他見過聖母 然後聖母就授予他這個能力 然後他就將他授予給一些有緣的人 現在他們有三個人去做這件事 他自己都出過書講過的 這些不是什麼秘密 這些都可以藉著我現在這個機會 跟大家去做一些的分享 所以我這個朋友呢 就因為有這個能力之後 就開始去幫人了 就是說如果你有需要一些的 比如說是見到一個靈體 跟他有些的交集 你有些事情想去處理 然後他會幫你處理 因為我這個朋友現在都是在英國的 我們早一陣子才見過面 然後大家當面 談過這些話題 好了 故事就是由我這個朋友 開始來衍生 其實他跟我之前分享過兩個故事 我這次都可以簡單和大家去談一談 兩單其實都是跟隔山買額的關係 是的 一單是沒有結果的 因為那個人純粹找了他 談完之後 就沒有再follow up 就沒有去message 所以他也沒有去做什麼 故事就是 他就說他就在英國的南部 就買了一間屋 他那個事處就是 太太和兒子兩個人 就過了來英國 那層樓應該就是 在香港的時候已經處理好 一來到的時候 就馬上可以搬進去住的了 好了 那個故事就說 其實 那個怎麼說 出事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就是他搬進去那一晚已經發生 噢 這麼好招呼啊 這麼好招呼 沒有的 他當你家裡多了人 就跟你說 Some friends 可能有聲嗨 是的 根據我朋友所說 那個人搬進去那一晚 那個兒子就在樓上搞事 然後就突然間 很大聲地衝下來 然後跟媽媽說 媽媽 我在上面看到有個黑影 OK 是的 很害怕 然後媽媽跟她上去看 沒事 以為她眼瓜 第二天 反過來 到媽媽在上面 到她看到有黑影了 所以兩家都看到同樣的事情 即是說 她同樣地 即是不分性別不分年紀 都跟她們說了一個嗨 OK 無惡意 有無惡意 這一刻就不膽說 因為其實她 這個家庭 就是通過這個PageShot 聯絡了我的朋友 那談了兩談之後 就沒有後續了 那朋友也沒有再去問她發生什麼事 所以之後是怎樣去延續下去呢 那就不知道 只是知道那個報告 開了個頭 那我看不見是怎樣的話 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大家 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真實的故事 認識相關的人的話 如果有聽到一些故事的話 那些細節可以和我們去進一步分享 那這個就是一個草草了事的故事 那下一個呢 下一個呢 就不得了了 那就是細節很多的 而我朋友也出了手來處理的 嗯 那這個就是一個中部的故事 這次就不是南部了 中部了 那大概地點就是在曼徹斯特附近的 嗯 就是曼徹斯特 好 那這個故事呢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是涉及到一個 和靈體相處的過程 那那天就隔山打牛 那然後就買了一間 就是樓 不知道買了另租呢 因為其實它去到後來是搬走了 那我應該是說是租了 那就 那就是 那 然後就 然後就看到那個是一位女士來的 那應該是家裡的女主人 然後就發覺 咦 好像床尾有些東西 嗯 然後就看一看 Dolamifat 看到四個人 嘩 這麼多fans 看到四個人 是的 那還要穿著一些Medi-evil的衣服 Medi-evil 哎 是的 你知道中部的 即是在中部的話 其實有很多戰爭去打 這樣 然後 去到那時候 其實到現在幾百年的話 其實就有靈體是相當之正常的事 就是現在你住這些 這麼舊的樓 好了 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幾個靈體 後來其實是不斷在夢中出現 嗯 和它是有點交集的 是的 其實它已經當了這四個人 是一個家人來相處 就是知道他們沒有害 嗯 是的 所以其實 除了在這裡兩年 都沒有處理到這個問題 但是後來為什麼要處理呢 就是當它要搬出去的時間 那幾個靈體跟它說 其實我們困在這裡這麼久 我們都想走 在夢裡面跟它說 哦 在夢裡面跟它說 是的 好了 其實它自己不懂得處理 它就要去找教會幫忙 問題就是 你在英國裡面的教會 是跟你住的地方 嗯 嗯 它已經搬走 嗯 嗯 你已經搬走的時候 你不會特地為了一個靈體 而去登記 進去這個教會 你是去新居住的地方 進去他的教會 對不對 所以基於這個原因的話 他找不到當地教會幫忙 嗯 然後就答上答什麼 就認識我這個朋友 然後就跟他說這件事 然後那個朋友就跟他去做這個祈禱 他們其實是通過這種直視太陽的能力 再加上這個廉經 然後就可以跟靈體有溝通 然後就說出 知道他的需要的話 就幫他完成一個 他們想做的事情 然後就跟他溝通 好像在電話裡面做 電話裡面已經做到這件事 然後就在電話裡面 兩個人連線 然後就大家唸經 然後呢 其實他一直唸 他感覺到 一種寒氣 知道靈體還在這裏 然後唸經之後 然後就 他突然覺得整個人很放鬆 一種很Havenly Joy的感覺 然後就當著老婆在那裏哭 那我老婆問他做什麼 他說 是啊 我已經送了一些靈體 那樣的樣子 就是他自己感覺到 嗯 是的 然後跟著呢 這件事發生了之外 沒有了 就知道靈體已經離開了 過了好像兩個禮拜 然後那個事主就打電話給他 他已經搬走了 已經搬走了 然後他說 然後那個靈 那間舊屋裡面 有一隻東西叫他 他說 那四個裡面呢 走了三個 我還困了在那裏 哈哈 在那廁所裡 在那廁所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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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走不了 嗯 然後 然後 這個 他已經搬走了 然後就說 我們應該都可以 通過電話來處理 然後跟他連一線之後 然後呢 就叫他默想回那個廁所 那個情況 那個靈體 現在身處的位置 然後就念經 然後送他走 哦 最終都送走了 然後他又有同樣的 emotional change 然後他又流了眼淚 送了之後 然後他知道 那個靈魂上天已經接受了他 那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你逢身有一個空間的話 那個空間就是一個 就是 對於他來講 如果用回現在新香港的用語的話 可能是一個紅線來的 哈哈哈哈 是的 那個紅線在這裏的時候 那房子你又沒有拆到 那麼他又跟那個空間相處了很久的時候 就等於現在我在家裏面 我沒有事沒有事 我都不會離開書房 對不對 有什麼事 就是我娛樂也好 就是開工也好 那我都是衝進去書房裏面 打開電腦就做事了 這個圖案一旦形成了之後 其實已經是形成了一個 如果我們簡單的說 稱之為緣分 那緣分就會令到你和這個空間有個牽引 如果我用最簡單的術語來講 這個關係如果 就算你想走的話 譬如說我都很累了 我又想關機 我已經習慣了這樣做法 我是不原來開電腦的 就算我累也好 這是實況來的 哈哈 我用這個打個比喻 所以你是需要有一個外力 去幫你離開這個空間 哦 原來是這樣 講的比喻就是這樣 奇怪 如果真的這樣說 每天都有很多人走了 過去地球 有文明出現 大概九千到一萬年 應該數以億計的人是走了 每個人都不走 每個人都說流亂這個空間 哇 每個都很多公司 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還有 你其實問得好 這個問題我現在都開始思考 因為其實如果以香港來講 為什麼其實 罵鬼情況算是少呢 如果你問我 沒有 真的少啊 真的少啊 香港罵鬼情況 因為其實香港那些 地產發展呢 太快了 剛才說 你一棟樓 那個壽命 其實都是四五十年左右 然後你就會 就是恐嚇他們的 尤其是現在有 市區重建局 那些東西在那裡 所以那個靈體的生存空間 其實隨著人的離開 其實都是沒有了 能夠留得低的 可能就是有些很惡的靈魂 就是靈體邪的那些 那些就出事了 但是如果以英國為例的話 其實他們那些 就是那個物質空間的轉變 是很少的 所以其實 用一個我們平時講的 那些術語就是說 可能那個靈魂 他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死了多久 那他就困在裡面 你不幫他的話 他可能走不了 他到現在都還在穿以前的衣服 是不是 可能他沒有這個時間的概念 純粹因為他過了身的話 他在那個念力上面 跟你有一個共通 因為他可能已經超越了 那個語言的解限 但是有些東西 因為其實他本身很說不聽 這些是小鬼來的 他不是去到神的地步 可以統領這麼大的一個能力 或者空間 所以他就困在這裡 可能就是這樣 我想問 事主是不是唐人 唐人 以上所說的全部都是唐人 我想問 那是不是跟他們說英門 What would you like Ladies and gentlemen What would you like 剛才所說的 其實他們已經超越了 Language Barrier 所以你用中文跟他們說 他們都應該明白 我聽聽鬼故事 就是communication 即是不可以用我們 凡間的尺度去衡量 凡間都沒有鬼 有鬼的時候 樊間的溝通工具 是另一個dimension的私人 我想問 是否在夢中用英語跟他們說 還要說古代英語 如果張梁有機會 我見到就再告訴你 即是你對鬼很有善的 Ghost Friendly 是不是 Ghost Friendly 這兩隻故事 是不是 還是其他呢 如果以一手的故事 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一看這個項目 他間不像 他都會講一些 靈異的經驗 雖然未必很具體 但他都牽著你 作某方面的思考 好 再講一次Page的名字 觀眾可能剛剛進來看 Heaven Services Heaven Services 天堂服務 天堂服務 天界服務 大家在Facebook去看看 鬼未必可怕 我再講一次 人是更加可怕 天堂服務 天堂服務 天堂服務